12月9日德云社岳云鹏空降天桥小剧场与大徒弟刘晓婷同台演出 为观众带来作品全德报 为了迎接岳云鹏的到来 粉丝们也是非常的给力 不仅早早的在天桥德云社后门等待着岳云鹏 还给岳云准备了鲜花以示欢迎 而刘晓婷也是特别的用心 在得知师傅岳云鹏到了路口之后 急忙穿过人群去迎接 不得不夸赞刘晓婷的尊师重道 如今刘晓婷拜师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虽然拜师十年 这是刘晓婷跟师傅的第二次合作 在演出刚开始的时候 二哥还有些紧张 师傅岳云鹏直接在舞台上鼓励二哥 咱们一定要干过尚小菊 有不少网友表示 岳云鹏不愧是师傅 在台上秒秒钟化解了这尴尬的一幕 一句话就把刘晓婷带了回来 从这一幕可以看出 岳云鹏业务技能的扎实 和在舞台方面的灵活 虽然二哥有点紧张 但是师傅二人的演出也是非常的精彩 作为团灭七队的二哥 好不容易跟师傅一起合作 当然也没有放过岳云鹏 在演出之前 刘晓婷就已经定好目标 好不容易跟师傅演一场 要累一累师傅 最好是走着上台 被扶着下台 刘晓婷也没食言 最后的岳云鹏 连椅子都坐不住了 这个人的演出 肯定得累一累他 就往这儿走上台 然后我扶着他下台 啊 你做什么呀 你做什么呀 你做什么什么呀 你做什么什么呀 太烂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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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屁股这 怎么着 你别让这舞人震 行不行 不得不说 如今岳云鹏这两个徒弟 真的非常不错 可以说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分别是二队和七队的 传底演员 也有一定的粉丝量 在岳云鹏跟徒弟的合作中 岳云鹏也发现了 自己的身影 上小局的叫卖 让岳云鹏自己都觉得恶心 而刘晓婷和师傅 一起搬桌子时的场景 也让岳云鹏当场道歉 在演出结束后 刘晓婷也发文感慨 表示今天是我说相声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说完这些 刘晓婷还在评论区讲述了自己为什么开心 而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位好师傅 有一位好搭档 有一群喜爱支持自己的粉丝 看到刘晓婷如此开心 上小局也邀请二哥 要一同去师傅家里吃饺子 不得不说 岳门的师兄弟还是非常的和谐 不知道两人这么愉快决定的事情 争得你们师娘同意了吗